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肖战影响力在被肯定,官媒纷纷转发其作品宣传,粉丝评论超自豪。 2021年对于肖战而言无疑是丰收的一年,肖战的事业更是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 甚至于在告黑方面也不断有好消息传来。 回顾过去的一年,肖战经历了成名路上的低谷期和困难期, 但好在这一切都坚持过来了,如今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 也算没有辜负肖战的坚持以及所有粉丝们的支持, 如今再回过头去系想肖战走过的那段艰难路程, 或许给肖战和粉丝们更多的还是成长的意义吧。 可以明显发现,在流量艺人不断更迭的娱乐圈, 肖战似乎一直都站立得稳稳当当, 如今的肖战也渐渐脱离流量艺人的范畴, 其实肖战给自己的定位一直都是演员, 流量的高低并不是能够由肖战本人决定, 不管是影视资源还是商务资源等其他方面的资源, 肖战在同类型艺人中几乎都算得上是最受到关注的那一位, 甚至于在国外也是如此, 肖战的影响力正在一步步被提升。 10月18日, CCTV电视剧官博发布了一则图文动态, 配文称, 发现了一些被演戏耽误的摄影师, 动态内容为不同演员拍摄的六张不同风景照片, 虽然官博并未提及这些拍摄照片演员艺人的名字, 但是依然有不少粉丝认出, 其中第一张照片就是肖战所拍摄, 不仅如此, 人民日报人民文旅的官博也发布了一张肖战拍摄的风景照片, 这些风景照其实也是肖战的作品, 官媒们纷纷转发为其宣传, 可见肖战的影响力确实已经越来越被彰显了。 通过评论区的粉丝们留言也可以看出, 粉丝们对于官方为肖战拍摄风景照作品认可的态度也非常开心, 不少粉丝都留言评论称, 这是肖战拍摄的, 一眼就能够看出是肖战拍摄, 虽然言语中并未表达出自豪之意, 但是实际上不难揣测出粉丝们为肖战所拍摄作品的优秀度而感到自豪之感, 而这样绝美的风景照片也确实配得上被官方媒体们所宣传。 相信所有的肖战粉丝们都知道, 当肖战还为他入娱乐圈之时, 曾是一位摄影设计师, 也有着自己的工作室, 虽然目前的肖战已经成为圈内的一线艺人, 但是却也从未丢失自己的兴趣爱好, 经常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自拍照和风景照, 而每一张照片几乎都展现出了肖战对于摄影方面的专业度, 如果不是进入了演艺圈, 相信肖战应该也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摄影师吧。 对于肖战自己而言, 或许曾经的他也从未想过自己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也从未想象过自己能够得到如此多粉丝的支持和喜欢, 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 如今看来娱乐圈也似乎更加适合肖战, 不管是在演技还是其他方面的才华, 肖战也在一步一步得到观众们的认可, 受到了更多国内外粉丝和网友们的喜欢, 这一切都和肖战的努力和付出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于粉丝们而言, 他们也确实没有看错人, 其实现在的肖战粉丝与之前的肖战粉丝相比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他们变得更加成熟理智, 变得更加有自己的理性思考, 这才是最好的追星态度, 也是肖战最希望看到的追星态度, 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 粉丝们也会一直携手肖战走下去, 成为肖战一直前进的唯一动力。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